在浪費一個多小時 然後聯絡不上加速 前來處理的原警很無奈 因為遇到這名酒後鬧事的男子 加速電話夾不通 都沒接 原警傷腦筋的 不是因為這名男子酒後入島沒人照顧 而是將他帶回醫院後 他開始大呼小叫 還做事要攻擊救護員 事發在22號凌晨1點多 警方截獲通報 有人在新北板橋文盛國小附近喝醉入島 當下三名原警立刻趕到現場 因為擔心他睡在馬路上會有危險 將他送往醫院後 男子卻開始大鬧著要回家 警方一查發現 他是55歲刑事局一線四星的小隊長 目前擔任刑事局警備隊教官 只是身為警務人員喝到爛醉無法自理 還不斷口出惡言甚至恐嚇救護員 最後聯繫有人將他帶回住處休息 而刑事局立即啟動調查 針對警備小隊長的脫序行為依法送辦 東山新聞綜合報導